各位同事朋友大家午安台北股市 今天跌了221点 成家量还好没有扩大到2300以上 是1984亿 当然今天你可以看出来 主跌都在台积电台积电跌了17块半 尾盘一盘跌了5块钱哦 让指数往下压 那今天是不是外资的卖超 这当然非常的重要 我说这一波是外资做起来的 外资呢不到一个月买了台北股市2000亿 他会不会因为执政党这一次的其中选举 我们的其中选举就是县市场选举失利了 而大卖台股呢 当然接下来还在密切观察 但是当然就目前来讲 很多人都一直质疑吧 这一波的2206点 基本面也看不出一些比较相对好的消息 但是很多的个股来讲都涨得非常的快 是不是熊市反弹 我们就今天这个问题马上为投资票做解析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跌了221点 那整体来讲今天当然相对是比较不利的就价的方面 为什么 我们看价今天第一个一个跳空缺口往下 跳空缺口往下 我们看一下那个技术面的现行 今天来讲的话呢 第一个它有点跳空往下跌 今天来讲是跳空往下跌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它把半年线也跌破了 不容易半年线站上去只有两天 你看连三天都没有 所以说这一波的站上的半年线 你可以看到是无效的 那十字线来讲也稍微被跌破 十字线的位置目前是在14584 今天是收14556 所以说这一波来讲的话 从今天的往下跌来讲 虽然量 比如说在这边来讲3100亿也好 2500亿也好 还只有2000亿不到 所以说这里是不是一个缓转讯号来讲的话 价是看出来是有一点 但是量来讲还不能说去确认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但是呢一个比较能够确认的讯号是 这一波来讲应该的应该要进入整理的 要进入所谓的V波的整理盘 V波的整理盘 那如果说没有V波整理盘直接就下来的话 很少看到这样的走势 除非发生一些比较异常的状况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波来讲的话 我们从这一波A波来讲 从这个低点我们开始来算 12345678901112131415161718492021223 哇刚好厉害 汇波兰西系数的23天的转折 刚好是在上个礼拜五 那刚好在一个我们的县市长选举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因为股市要转折 所以才值得党才大败呢 不知道 这个因果关系 这个很难去确定它 那反正股市也走得蛮漂亮的 因着魏波兰说系数 这波涨了2206点 2206 2206点 所以说今天的 有一个跳空 有一个跌了200多点 那我想今天外资应该是卖超 但是卖多少 我们等一下才能揭晓 三点过后 当然外资的卖超是蛮重要的 因为这一波可以看得很清楚 外资买上来的 那台北股市大概涨跌都是靠外资 外资如果说这里要开始卖台股的话 那台股绝对是往下走的 你不会想说国安基金给你护盘 不越想说也不用想说选举完了 执政党不会去护盘 不用想那么多 只要外资真的在卖的话 你还要特别留意 那当然今天来讲第一天的跌是由大型的全值股 我们不管是2330的台积电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来讲的话呢 其实当然最重要是这个颈线的位置 476 只有剩4块钱而已 要跌破真的还蛮容易的 当然重点来讲的话 大盘已经破这个连线半连线的位置 那目前台积电还没破了 相对当然是比较好 那重点来我们看一下2454的莲花科 莲花科来讲的话 其实已经也破十字线 也破十字线 今天留一个上线 那颈线的位置 它反而是跌破了 对不对 你看那这一波来讲小颈线的位置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莲花科来讲也开始有点左弱的现象 那前三个 再来就是鸿海嘛 鸿海这波相对比较弱 但今天破100块又收上去了 那郑州场反正问题一大堆 有两万名的员工离职 鸿海又重启多年前那种多事之秋 那整体来讲的话法人都站在卖方 所以说这里但鸿海基本上不会太差 你如果拥有的你也不用卖在这里 你就看反正撑得过去 它就上去了 但是你太能够跌多少也不会必 但最近来讲如果说大盘做比较大的修正 你要注意一下它也没有破底部 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底部的位置 对不对这个底部的位置很重要 他要90就抓99块吧 99块有没有被正式跌破 这个要特别留意 因为这里来讲如果99块被正式跌破的话 那他来讲我看一下这边是99.5 所以你说98好了 多一两块钱给他 这里来讲不能绝对出现一个什么 跳空往下 不能跳空往下破98 98、99那里绝对不行 因为如果出现这种走势 红海这一波的整理来讲就失败了 这失败了这边就变成一个强大的景线的卖押 因为尤其这一波来讲外资都卖在这里 但你从基本面来讲 但讲实在话 现在从基本面来讲很难去界定 红海现在本益比差不多9倍 明年反而是不到11块8左右 今天差不多10块6 对不对 如果从明年看的话 现在本益比9倍嘛 但是讲实在这一波看本益比 你真的很难去拿捏 真的很难去拿捏啊 对不对 你说本益比高就不会涨 那如果那这样子3105五帽怎么办 对不对 五帽涨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今天还没有跌 对不对 明年4块钱 你怎么去看看 因为产业不一样 对不对 你又加上产业不一样 所以说以现在的操作来讲 你在操作每一支个股的基本面 你多少要留意一下自己你要懂 对不对 你说这种公司 你有你说现在来讲 今天大盘破十字均线 他没破 当然他还是强 对不对 他还是强 所以你有 但是如果他一旦是转跌 或爆带来往下跌 你就大概说 以基本面来讲 你要赶快先跑 以基本面来讲 要赶快先跑 这个你就是心里就要 心中就要一把尺 我是觉得心中 你自己来讲 一定每一支个股来讲的话 就基本面的看法 就是有时候你股票涨 讲实话 讲来听点 主力想进去要做上去 你能怎么办 对对对对对 很难去界定这一些 像这一波的大盘 有人讲说是熊市反弹 是熊市反弹 你说他熊市反弹有没有道理 你不能说他没有道理 你目前看 所有的目前看的什么 基本面 我讲来听一点 真的没有一个真的像样的好消息 有些个别公司来讲的话 明年还是会比成长 但是成长也没很多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 就明年的预估都是衰退 那明年的GDP来讲 有人估到 台湾2.2都有人估到了 那有人估到2.7的2.8 但是 就明年来讲 一定是比今年衰退 这是一定的 当然问题是衰退衰退到什么样的程度 才算这个 就像 就今年来讲 从18619跌到12629 真的是台湾股市 要差到连30年的1268都要跌破吗 30年的历史 这样撑了30年才过的历史高点 都跌破了 那外资呢 这里在买又在买什么 其实这个讲实在话 你 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对不对 就像今天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先举一个例子 你知道外资今天 大摩 大摩突然说青睐PC半导体双高架股 翔硕跟普瑞 对不对 突然 哇 又看好翔硕跟普瑞 那PC 那PC现在看得好好不好 营免应该看稍微 5%到10% 他为什么看好 他说说优于大盘 翔硕看一千块 普瑞看四千 八百多块 我们看一下 5269 5269 你看翔硕现在700多块 股价现行还算多头 对不对 还算这个就算多头吗 光过基线 这个也都跌得很惨 那我们看一下 4966 4966 这波上来来讲 你看这边也是高涨震荡争 今天也没什么跌 对不对 这也没什么跌 你说涨到这里 从高点看上去 真的是很远啊 讲难听一点 有够远的啦 对不对 2200跌到最低点 570 他没有股票分割 他是没有像CDKY 1分4的 没有 他就直接这样下来 有可能有除全息 但可能有配息 配息的出息 但是你看股价跌成这样子 所以说涨到这里来讲 你说一个空头反弹 就是合理嘛 讲难听一点 大盘涨了2000点 你说股价再怎么样 都要谈一些啊 对不对 谈多谈少 但是我们来从你说大摩看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从我们国内的 国内的看法 之前来讲的话 最主要是这些都是USB4.0的 对不对 你看那个普瑞 然后像翔索都算这一块的 都算快了 整体来讲的话呢 他就明年展望区保守 所以说都看不好就对了 看不好就是说 在这一块来讲的话呢 受到了什么通膨升息啊 疫情带动居家办公需求 或满足后终端PC需求 明显萎缩 导致产品出货动能疲弱 订单能监度不佳 大家看不好啊 对不对 这看不好 好那我们看一下 再看一下普瑞 对明年的看法 你看这么多 我们看最后这个就好了 今年60.4明年36.9 对不对 36.9 60.4跟 你看直接掉多少钱 掉了快24块钱 获利直接掉这么多 那我当然我这篇报道 我不晓得他880 他的EPS估多少钱 我是跟各位讨论 这个五个个报告是什么 现在大家对基本面的看法 是真的很分歧 但是什么叫基本面 我们讲这个重点 你在一二三月 当股市开始跌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基本面都非常好 也没有人跟你讲不好 只有谁 我跟你讲就只有这个大摩而已 这个摩根大通跟你讲 半导体开始要不好了 好从连电台积电 望红的老板出来骂 还跟你讲这样子这么多 所以说从今年的经验来讲的话 其实摩根大通是看最准的 是看最准的 当股价在高涨的时候 他有提醒你 这是事实 当初来讲我们看外资 很莫名其妙 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 对不对 但是从这一次的经验来看 外资他因为是有一个全球的观点 我们国内来讲的话 大概都是也是看一些研究报告而已 但是外资来讲 毕竟你看摩根大通 美国公司 住香港 住日本 住哪边 一大堆 住欧洲的一定都有他的研究机构 对不对 所以说他发表的这个看法来讲 至少是全球性的 所以为什么外资的报告 他为什么这么重视原因 其实你不能说他 右手有笔 左手有子弹 有钱 你能怎么办 所以外资能够控制股市 而且他买他也是一次买 对不对 他也很敢买 卖也很敢卖 反正他不对的话就砍 想买的话直接一蜂蜂蜂上去 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以目前的基本面来讲 我跟你讲看法很分歧 看法很分歧 所以这一波来讲 为什么国内的我们的散路投资 一直不敢进去 融资一直没有增加 当然很清楚 涨了2200多点 融资还少了快40亿 对不对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请问 那这一波来讲 就是外资主导的法人盘 那外资主导的法人盘之下来讲 会不会跌就看外资 对不对 那当然从今天台积电 从联电 从联花科的身上 外资今天应该是卖超 应该还是会卖不少 应该是200亿以上 如果从联花 从财经的这样子跌的过程当中 应该跌个 卖个100亿 100亿 150到200亿 我觉得 那外资如果说买了2000亿 那这一波来讲 开始卖100到200亿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处理 如果说这一波来讲 你看台北股市 也是从外资开始看的 因为外资如果真的开始卖全市股先跌 你看今天很多的中小型股票 是没什么跌的哦 你看我昨天跟你报告的 308的联雅 对不对 你看308的联雅 我们看今天308的联雅 我今天还报大量 今天7000多张 你看到没有今天 11000多张看到没有 突然亮出来涨3块半了 那线型来讲 我基本没有跟你报告过了 今天来讲也是留上线 留十字线 留十字线 会不会再涨 我也不晓得 我基本上大概跟你讲过了 那你看投信来讲 其实有人进去投信开始买了 对不对 投信也会看嘛 我会跟你讲嘛 因为都是做这种PA的 生化价的 人家联雅的技术 我跟你讲联雅的技术 是比文茂啦 比红结科 比全新的技术是还高的 是还高的 所以现在的 以投信你看到出来这种状况 其实股价来讲是不太合理的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投信来讲 是卖在最低点的位置 你看到没有 砍在92块 你看到没有 砍在92块 砍在92块 这是情损嘛 你看你看从这里开始 哇嘞 从118你看 直接跳空往下 往下 往下 啊就开始开始涨了 投信又进来了 你看他卖90几块 买112块 这个你收得了吗 我跟你讲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当一档股票你认赔买去去 你看他在涨的时候 你绝对那种心里面的压力 你绝对下不了手 你绝对下不了 当然你说这个投信也不一定是同一家 我讲也不一定是同一家 但是一般投资人来讲 你说卖在这里 叫你买这里回来 怎么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好不可能的事情 那今天来讲的话 至少他有涨 那当然最重要是大盘 也不因为今天200点来讲 就认定说这一波来讲 他已经没救了 对不对 那另外来讲的话 跟各位讲的话是 2204的中华车 对不对 你看今天中华车 2204 看到没有 今天涨3%多 对不对 整个又充满了 就一直这样 你看有没有 早上还不太涨 你看从来这边又开始涨了 有没有 就开始涨了 我说8块9 他为什么不能涨 那我们讲难听一点 他为什么不能涨 对不对 是不是上去了 老师3%多也没有涨停板 没有啦 我们没有去追求股票涨停板 我们是追求股票 买了就能够往上涨的 买了就能够往上涨 没有去追求股票涨停板 今天涨3.72% 也算不错啊 对不对 你说跌了221点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架构 你看今天还涨了500多家 对不对 所以每次在可能再跌的时候 我说 涨一定是全资股开始涨嘛 跌也是全资股开始先跌嘛 那今天是看全资股跌到重的第一天 所以接下来 你再特别要留意一下 这波是不是开始起跌点 是不是缓转讯号 那如果说今天来讲 我们看是不是缓转讯号 以今天来讲 今天是不是缓转讯号 我只能讲说一半而已 价来讲的话 第一个 你说所谓的缓转是修正的缓转 还是这波开始大跌的缓转 我当然已经先看修正嘛 那有人说在高涨低跟黑的话 就看出这波开始往下跌到这边破底 怎么可能 对不对 那你说从基本面看的话 是有没有这个机会 从基本面看的话 如果说有这个机会 就不会涨这一波 所以外资买这一波的人 都是疯子 我买一买 不对我就要选举行情 我就卖了 那我认了 我讲难听一点 那外资买这个两千亿都是买 疯子再买 那外资市长输了 我跟你讲啊 其实地方选举来讲 对台湾的走向不会影响很大 最重要是总统大选 我们台湾比较不好就是总统大选 人家是你看美国 是总统大选 跟他们的议会 重要的议会 就国家议会 参议院中选人家是分开选的 我们台湾呢 自己就设定中央中央选 地方地方选 其实很不好的意见是怎么样 你看中央来讲 如果像执政党 就很容易变成什么状况 总统是一个党拿走的 立法院是一个党拿走的 那国家政策来讲 都是整个一个党在做决定 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其实民主政治最主要是制衡 你如果说一味的 就讲实在话 台湾现在来讲的话 所处的地位是很微妙的 稍微处理不好 发生战争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很多人讲说不会不可能 如果世界上如果说人类没有冲突的话 从人类的历史不会发生那么多的战争 但最重要是现在来讲21世纪的 大家都比较文明 但是还是会打仗 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其实你不会去想这些事情 但是从现在的 尤其中东国家一大堆啊 常常在打仗 对不对 阿富汗 现在倒霉 乌克兰 有人讲说 明年乌克兰明年都还不会结束啊 那如果明年没有乌克兰 那现在最倒霉是欧洲啦 讲难听一点啊 那如果最倒霉是欧洲的话 欧洲有什么能源危机啊 什么经济危机啊 还有一个战争危机啊 你讲欧洲三大危机 但是呢 你看德国股市来讲的话 人家德国股市这一波来讲 也是走的相对的漂亮啊 对不对 你看 连线站上去也是很稳啊 很稳嘛 所以说你说台北股市是因为 这一波 因为选举输了 基本面大家都觉得 基本面先来看的话 当然大家看都相对的 比较没有什么状况 没有什么好现象 这是实在话啊 手机其实PC的趋势 只是说大家看明年 上班年是见底的 大家就看这样子 那如果见底的股价 就先涨给你看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啊 那是不是反应完了 又要往下摔了 或是说已经结束了 就让人家讲成熊市反弹 对不对 那我是不会这么看是熊市反弹 但是 会不会发生 我们不能讲说 这种社会科学的东西 当然可能不会发生 所以说 接下来你就观察嘛 对不对 观察台积电嘛 台积电来讲 剩4点就剩4块钱 就破半年线了 那台积电 我说最重要是什么 是在连线这个位置 不 季线这个位置 那如果说 就整个大盘来讲的话 你说这一波 我讲难听一点 这一波好了 算这A波 对不对 我是没有算0.5的位置 我说算回跌0.382 在13993 13993 刚好也在这个季线这附近 那你看哦 现在来讲月线已经穿过季线了 但这个来讲 你不能算是正确的黄金交叉 因为季线还在往下修正 但是至少这边来讲 月线是不是穿过去了 是不是穿过去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个穿过去的过程当中 你只要月线不破 季线这边来讲也相对安全的话 你说修正到13993 13993 修正0.382的位置来讲 都很合理好不好 都还是强势整理的格局 都还是强势整理的格局 还是有股票涨 还是会有股票涨 你还是可以做多 只是你要选股来讲 尤其在修正 那修正来讲 他会到这里 现在接下来短信 就看14371 对不对 这个颈线的位置 那就台积电的立场 他已经破了 他已经破了 但是他还没破 所以这里来讲 你说这一波来讲是熊四环 完了 就再下去 我跟讲 除非美国股市在大跌 不然我就机会不当 今天来讲的话 当然等一下看外资 因为外资已经出来了 三点我看一下 外资 卖了107亿而已 也还好啊 对不对 自营商卖404 这自营商不用管他 自营商反正就从头到 他就做短线而已 这个高档来讲 那你看外资卖107亿 买了2000亿 今天卖100亿 卖100亿跌了200多点 所以说 还是有国内的法人在卖嘛 对不对 尤其台积电嘛 对不对 还是有国内的法人在卖嘛 所以说 你说在外资今天卖107亿来讲 我觉得算还好啦 跌了200多点 所以说这一波 来讲当然你接下来还是要看外资 那台币来讲 最近台币相对比较强势 这有讲过的也不用再讲 所以说这里呢 我还是看修正而已 接下来8到11天的修正是跑不掉的 因为毕竟23天的转折点 刚好遇到选举完 那接下来12月来讲 从过去今天90%都是涨的 那今年春节1月17号就结束了 就封关了 就封关了 所以说 接下来讲我还是认为 从这一波修正完以后 这一波就是ABC来讲 至少会走到1月17号才合理 那这个过程当然看美国股市嘛 对不对 然后看外资的态度嘛 我觉得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这两个最重要 也许会有分歧 但是当然最重要的 美国股市跌外资一定卖 这是跑不掉的 这个一定要特别记住的 但是美国股市涨外资如果没买 台北股市也上不去 我们在13000点那边打底一个月 美国股市一直在涨 尤其道琼在涨 虽然科技股没有涨很多 但是我们都没有跟上啊 是后来废半跟着涨 外资在突然开始买超的 也不管基本没法不法 我是先买全资股 先把台积电 先把联花科先拱上去再说 所以说这一波来讲 你可以看出来台积电联花科 已经有点领先 有点修正的味道了 对不对很清楚嘛 那一些钟晓晴的个股 我们看ABF的今天来讲的话 几支个股的表现 就没有那么差了嘛 你看 新兴 这一波有涨吗 第一波有涨 最后你看他已经开始整理了 对不对 3189 这市场上大家最看了 最看好的 但是就是不会涨 但是他有跌吗 也没有啊 对不对 你接下来他本益比相对低嘛 明明还是看好 这是事实啊 现在市场上透明度 就是ABF这三个股 但是大家觉得他怎么不会涨 哎 反而都长这种你看不懂的 对 对 就反而真的真的 真的 长这种你看不懂的 对 对 这个不是 才4块钱 手机也不是很烂吗 对不对 手机哪有什么好 这个手机族群来讲 然后主机版 对不对 主机版这一波 你记下大概整理了 但是你看3105 3515啊 华琴啦 反正 你看华琴这波这么强啊 他这么 哎 华琴这波来讲 你看这里 涨到这里快二两三成了呢 那华琴来讲 今年跟明年大概是10块多 但是以前 本益比他都比较会高啦 他就比较会喘就对 股性都比较活泼 所以大家喜欢玩他 你知道吗 很喜欢玩他 主力很喜欢玩他 对不对 明年股也是10块多啊 那只是公司讲说 最坏的状况 他觉得已经过去了 那股价人家就很敢冲啊 你说是公司拍桌 老谷就未必啊 应该是主力啦 应该是主力做的 是主力做的 所以说今天来讲的话 另外一个当然重要的消息 台积电的部分啊 我觉得台积电今天跌 是不是那个讯息就是 他的产能利用在上半年 比预期的还扩大 还扩大 那我们看一下 台积电来讲的话 营运涨万平淡 主要是 7到6奈米产能利用率持续下降 持续下降 且Apple进入淡季导致5奈米 头片减少 加上3奈米产能建置等地业因素所致 所以他预估第一季的营收会衰退QOQ11% 但就2023年 由于半导体产业库存调整延续到上半年 且3奈米制程跟3D制程贡献工资全年度 只有个位数而已 限制了整体的成长动能 不过苹果AMD NVIDIA 高通级联花科等 信价晶片 都将于2020年导入3奈米的制程 将带动2020年营收再攀高 它是估今年36 39 明年36.3 这是我们国内法人比较乐观的看法 为什么会比较 他们会看得比较乐观 但是你们要想到这个一个问题 我们点出台积电 接下来会不会产生这个问题 当他的这些客人 你说他讲的这些客人 对不对 苹果AMD NVIDIA 高通联花科 好了大家都往3奈米 都往4奈米去挤 那原来7奈米 6奈米 5奈米的 谁要来补 对不对 你要去想这个问题啊 原来的旧产品吗 那我都往新产品去卖了 我旧产品会不会往下摔 对不对 我现在A15 A16 A17 那我A15 如果A15的话好像是iPhone12 还用iPhone12 我是用iPhone12的啦 已经很好用了 好像 A14 A15 忘了 那我请问你来讲 那现在6 5 6 7的谁会用 美国又在制裁中国大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来讲就是台积电 未来来讲要解决的问题啊 当我这些苹果我的高通我的AMD NVIDIA 都往前面奈米去走的话 没有错啦 3奈米一片金面可以卖2万多块美金啊 一片哦 代工出来可以卖2万多块美金哦 那我现在问题是我7奈米6奈米 我这个产能我已经坐在那边了怎么办呢 谁来补 可能以前过去来讲的话 可能期望说中国大陆来补这些 中国大陆的客人来补这些制程嘛 但接下来讲的话 是特斯拉吗 特斯拉量多大呢 或是说这么这么强的制程 你要去做车用的呢 车用来讲也不可能用到这么高 因为车用最重要是公立半导体 公立半导体不需要那么些什么 你不可能用什么5奈米去做公立半导体的东西啊 一定都是成熟制程啦 成熟制程中的比较特殊的制程 高压啦高电流啦高温啦高什么一大堆的高啦 所以台积电其实接下来要面临的是 当客人都往前推的时候 他留下的制程谁来补啊 因为讲难听呢 苹果就占他25%啦 苹果都往前推没有错啊 苹果都往4奈米往3奈米去推 那本来他是从5奈米往前推的啊 对不对 那现在7奈米6奈米这种 已经是所谓的高阶制程的话 那谁要来补呢 哪一家IC设计公司能够补进来 什么样的产品 什么样的制程能够补进来 这才是台积电 现在最近最未来来讲的话 是要比较优势 那这个这边来讲 以法人来讲目前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7到6奈米产能 能利用力持续下降来讲的话 能回得来吗 不知道啊 好 但台积电来讲的话 当然你说现在 就筹码面来讲 就当然是看外资 外资会不会看到这个问题 依照外资目前看台积电 当然是正向 我讲难听一点 只是我点出这个问题 台积电 是不是未来会发生这种状况 不晓得 不晓得 所以这里呢 其实就台积电 我也跟我讲过了 巴菲特在买 有人讲说巴菲特也许 他第四季完 明年第一季公布 他全部都卖光了 讲这种话就是狗屁 我跟你讲 你巴菲特 92岁的老爷爷了 对不对 他以前的投资的想法 你讲你过去来讲你的行为 会不会改变吗 他看到什么 他第三季买 第四季就全部卖光光 怎么可能的事情啊 对不可能的事情啊 对不对 但巴菲特他买台积电 有他的一个想法 只是说在这个短期里面 台积电 在明年上班 会不会面临这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 会看到一个 比较能够解决的方案 方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观察指标 所以说台积电 当然是好公司 我们讲的一点 但是呢 他的客户结构的改变 有没有新客户加进来 当然我们来讲 也许太起人忧天了 但是当他的第一批的这些 高级低线的客人 都在往前去推的过程 这765这些大名留下来 到底谁要填补 到底谁要填补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当然股价的表现 目前来讲 也不会说今天跌了 17.5% 就认定说他已经要从高涨返转了 他不认为 因为这一波他毕竟 还是大涨了快30%左右 这样的第一波能够大涨的话 你说马上就跌下来 那也只能 就说那也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说其实现在股市来讲 股下你从基本面看的话 很多人跟你讲是熊市反弹 这个其实我也同意 就从基本面看的话 目前看不出一个真的相对比较好的 库存还是相当的严重 消费还是不振 恶务战争还是在 FVD也是持续在升息 这是一定的 但是呢全球的股市 你可以从目前看出来 其实都还相对的不错 所以说台北股市这一波的涨 至少是跟着全球股市在往上涨的 是跟着我们的股市 那接下来当然还是要注意一下 外资的动作还是非常重要 那真的不行 反正你停损也要做好就好了 不然股票来讲也不能说包赢 讲难听一点 你自己来操作来讲 停利停损 因为其实变数来讲真的还蛮多的 只是说以目前看的话 不要说一天的跌 就把说这一波来讲 然后全部都说开始反转了 哇那还真的是有点离谱 有点离谱 好股市龙赚欢迎投资朋友 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问题 或想加入会员 欢迎任意点选标题处 会看到新视窗第一个网址按进去 为他们股市龙赚入会 及持股的见诊申请表 满把姓名电话号码 还有持股名气写清楚 填完资料按提交 服务人员马上会跟你做联络 另外你可以利用我们影片 有效用的QR Code 手机扫描 进入LINE的族群 做互动也是一个方式 那欢迎投资朋友订阅股市龙赚 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有盘前焦点盘后解析 一天两个节目 对台北股市做专业分析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出归投资料 操作顺利 赚大钱 谢谢各位